校长的实验室又出新发明了 你们有口福咯 每个人来选一个月饼吧 校长的发明还能吃啊 不会有毒吧 这月饼看着比我吃的虫子还奇怪 能吃吗 应该能吃吧 这样吧 我先来替大家试试 果然好老师 有好报 今年买月饼的钱有了 校长的发明就是往月饼里放钱呀 这也太小儿科了 总觉得校长的发明 肯定没那么简单 这月饼还挺好吃 大家可以放心上来选了 大黄馅的 赠送全国十大最奇葩月饼一箱 这是什么 就是里面有十种不同口味的月饼 这也太痛口味了 我的天哪 这拿回家会不会挨揍呀 鲜肉月饼真好吃 你吃的这个是校长发明的 静电月饼用 变得我嘴都麻了 校长也太顽皮了 不敢吃了 校长的发明果然很讨厌 校长的免费月饼 不能错过 中秋节 假期翻倍 就是六天 太好了吧 好呀好呀快点来 放假三天 要把课文 长征备会 鼠青长征 有多少笔划 再翻译成英文 这是四年级小孩 能完成的吗 没东西 这个是普通月饼吗 好痒 好痒 你吃到的是 校长的新发明 三分钟养羊粉月饼 三分钟就好了 校长的发明 果然很讨厌 别担心 里面还有大奖哟 新学期 这一次选班干部 好耶 这学期我要当班长 哲哥也没有反应呀 哲师 哲师 小包回事 我控制 哲师 不住了 哲师校长新发明的 开心 哲师 月饼 吃完会 大笑三分钟 好远来 一年级考试卷 可以在任意考试中使用 成绩有效 那我留着 高考的时候用 极限本学期内使用 那也行 我留着期末考试用 就收下我了 熟啊熟 你可一定要争气呀 这是哪儿 怪小豆 你知道了校长发明的 时空穿梭 全家旅游月饼 可以在马尔代夫 旅游三天 是啥 三天 我的鸡 还没胃呢 让我回去 哎呀 不好了 我不知道 回去的办法了 小豆 快把我送回去 别吓到了 还有猪 校长的发明 果然不靠谱